HELLO大家好,我是國際面子目前 最近,我都在當觀察者 我觀察台灣社會的現狀 我會特別把它整理下來 來,表演不多說直接開始 第一個,一堆台灣人沒有國際觀 在無知國家排行,台灣竟然又排第三名 台灣人到底要躲無知 欸,我舉個例子喔 譬如說有新聞報導,飛機墜機事件 就有一堆人說,啊,台灣怎麼廢案不好 然後在坊間他們就會大聲地說 欸,最近不要搭飛機喔,最近廢案不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細去瞭解 數據顯示,有10萬台飛機只會有5台出事情 但是新聞只會報那些出事情的航班 大部分的人認識世界的方式只能透過媒體 可是偏偏在台灣媒體也有政治立場 可是我們又沒有權利說 欸,你們媒體要中立啊 我們沒有資格 每年的飛機事事發生率都在大幅降低 這是好事情耶 新聞幹嘛不報 我們靠媒體的傳播建立對世界的認知 但是媒體報的不代表一定都對的 所以台灣人不要再當巨嬰了 請蘇醒 來第二個 台灣人很愛抱怨自己的國家 來套一句我最近的名言 國家只是生活的地方 但生活的方式由我自己去決定 很多人很愛抱怨國家哪裡不好 但是自己沒有地方可以去檢討嗎 到底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做到perfect 人民全部都是幸福的 請指出來給我 台灣已經很幸福了 要我講幾遍 你再覺得台灣是鬼大 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去你要的國家生存啊 幹嘛啊 如果在台灣 每一個人的薪水都被國家平均分配 那真正有在為那社會努力的人 真正努力的人 對他們不是不公平 資本主義的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 你第一天出生啊 別人在努力你在幹嘛 博音給我說起來 要我講幾遍 欸,還有第三個 台灣人沒有思辨的能力 譬如說什麼新聞話題一出來 很多人就來去趁熱度 底下留言然後罵這件事情 可是我認真看他的留言就會知道 他爸媽沒有把他教好 多數人只會批評 但是他們沒有經過確實的了解 所以去批評 他們連他們自己在罵什麼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看到,哇,新聞教練 趕快去罵 你幹嘛啊 你怕別人不知道 你手機有網路啊 言論自由什麼時候這麼沒有價值 那些亂用言論自由的人 應該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中華人民 讓他們去體會什麼叫做 不能說話 如果你想要不當無腦的人 來 請從不要太相信媒體開始 台灣人自己要有思辨能力 抖音就是要收起來 不要再抖了 OK,這就是我整理的 台灣人的壞習慣 誒,有發外篇呢? 我是台灣人 講一下實事好了 應用一下言論自由 最近中國從8月1號開始 他們要禁止47個自由行程式來台灣旅遊 意思就是 中國要禁止很多想來台灣旅遊的人 不給他們來 在這邊我們只想要說謝謝中國 趕快禁止多一點 我們台灣人可以訓練自己啊 謝謝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人也要硬起來 今天想要這麼多 大家聽得懂嗎? 聽不懂的話 不關我的心 OK,這些評論實事影片下不到這邊 OK,未免解釋了 我們很喜歡影片 喜歡影片,喜歡影片喜歡 拜拜